中国得多好两分 战马场还剩下两分 零十六秒钟 不好说五名 投日投泄了 但是今天的比赛里面出现的 第七次平均 现在是七十次平 通过这个 外围的抢投以后 后面的机会是我们内线打的 最后是以三分的优势 反变为胜 取得这样比赛胜利 现在谁在这几乎都可能发生被动 看好球 战已经逃到没有逃中 黄一龙非常下鞋 反正跑进了 抓紧亚冠 突破 突破 突破下来的时候 难挑选队 反手反更 现在比亚冠在比赛还剩下37秒钟的结束的情况下 获得了两次宝贵的反射的机会 周围防守 各位观众 77比74 中国男子篮球队 带上了男球典男子篮球队 获得了第十件亚运会 男子篮球比赛的冠军 我第一次参加亚军会 也是第一次参加亚洲大赛 应该从那以后我没输过韩国队 就是在亚洲大赛中也没输过韩国队 因为我们当时没想那么多 因为当时这块金牌成了 整个亚运会中国队胜韩国一块金牌 这块金牌是很关键的 就是说因为我们拿了韩国没有 最后大家都挺高兴 比如说回国的时候 回来做了头整舱了 代表团整个包机 最后因为遇到工 来了一个头整舱